分兵合兵 越国去攻打吴国 越军占营在江南 吴国的军队安营在江北 越王把他的军队分为左右两军 以他自己的家丁和附加子弟六千人为中军 第二天就要打仗了 到黄魂时 越王命令左军不出声响的逆水而上 在无力出等待战斗 又令右军不出声响的 到江的下游无力出扎营 准备战斗 当天夜里 越王就命令左军和右军大雷战鼓 吴国的军队听到鼓声后 大卫惊慌说 越军分两支部队来加工我们 不等到天亮 就也把自己的军队一分为二 准备防御越军的进攻 这时越王就命令他的中军 不顾不躁的偷袭吴军 结果吴军大败 于是越军包围了吴国的京城 东晋大将桓文攻打赵国 有人提议把军队分为两部分 从不同的道路起一头并进 以分散敌人的兵力 桓文手下的战将袁乔说 我们现在是孤军深入 应当集中兵力 争取一战告绝 万一因指挥偏差而失败 那就当过大事了 于是全军一起前进 丢掉了做饭的炊事工具 只带三天的口粮 以示不胜利就战死的决心 结果打败了赵兵 东晋的军队一直打到成都 分兵用的是计谋 和兵用的是锐起 又是分兵取胜 如三国时期 卫将中会与属将将为战役 剑阁 而邓爱另从阴平道 袭击属兵就是这样 有时和兵取胜 如吴王夫差 以三万人为一方阵 以排山倒海之势进攻 进兵惧怕而败 也有分兵而失败的 如西汉时 全部统率三军前去救援 有人告诉他说 士兵驻地分散 一旦失败 必然全部逃跑 全部不听 结果失败了 有何而失败的 如金乌珠 与宋兵在顺畅一战中 乌珠集中在城下的兵太多 只会不灵而失败 范居献策 战国时期 魏国人范居 游说秦昭王 依据秦国领土这么大 士族这么勇敢 去征服诸侯国 就好比用韩国有名的黑犬 去抓瘸腿的兔子一样容易 可是秦国却自己封闭了15年 而不敢出征山东 这是仰侯魏丹对秦王的不忠 也是大王的计策 有失误的地方 秦王拜谢范居说 希望你指出我失策之处 愿意听你的批评 范居说 仰侯越过韩国和魏国 去进攻齐国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现在大王不如对距离远的国家交朋友 而去进攻进处的国家 这样占领一寸土地 就立即变为秦国的领土 获得一尺土地 便是秦国的一尺领土 魏国和韩国地处中心地带 是天下的枢纽 大王必须亲自征服韩魏 这块中心枢纽地区 以威胁楚国和赵国 这样楚国和赵国 都必然来依附秦国 楚照依附了秦 那么齐国必然非常害怕 这样的话 韩国和魏国就更可以攻取了 秦王说 好 用虎用诗 春秋时期 鲁庄公十年 齐国的军队和宋国的军队 都驻扎在狼地 公子燕说 宋军的军容不整齐 可以打败他们 宋军一败 齐国的军队 也必然退去 于是 公子燕从渔门私自出击 把马蒙上老虎皮 先攻宋军 结果把宋军打得大败 齐国的军队 也撤回国了 春秋时期 晋楚城仆之战时 晋国的司空续臣 把马蒙上虎皮 先去攻打陈国和蔡国 就是仿效 公子燕的做法 魏主的军队 被南洋太守 房伯玉打败后不甘心 自己就用率兵去袭击 宛城 房伯玉在宛城内聚首 城东南有座桥 魏主要过桥 房伯玉指示一些勇士 穿上戴斑纹的衣服 戴上虎头帽 埋伏在桥洞下 当魏主过桥时 士兵们突然从桥洞里 跳出来袭击他 结果魏主人马都惊慌而逃 南朝时 宋国的弹和之等攻打林毅 林毅的君王 动员全国的人出来应战 并把战士的装备 都拖在象身上 把大象放出来 前后没有尽头 宋将宗雀说 我听说外国有狮子 他的威力能致服百兽 于是他们制造许多狮子形状的东西 与大象争斗 结果大象被吓跑了 宋国于是攻服了林毅 唐代的朱涛围攻深州 背叛了朝廷的李维越 因田月的援兵到了 就让部将王武郡 以三千骑兵排成方阵前进 朱涛在布布上画了很多酸泥 披在猛士身上 勒鼓呐喊着奋勇向前跑 使敌人的战马受惊或大乱 因而打败了敌人 攻下了慎州 王普 后周失踪时 十一王普曾提出平边策 内容大意是 攻占土地的基本原理 一定要从容易的地方着手 放眼天下 当今只有吴国东道海 南至江 将近两千里的防线 最容易攻占 我们从吴国防备最弱的地方 开始进攻 他们防备东防 我们就进攻西防 他们守备西防 我们就搅乱东防 他们一定会奔走救援 在奔救之间 我们就能看出 他们的虚实强弱 然后我们避开防卫坚固的地方 攻击武力薄弱的地方 这样一来 一定战无不胜 那么长江北岸的各州 都将归我们所有 取得江北之后 就利用江北的百姓 继续我们征讨江南的计划 那么江南也不难取得了 江南一旦到手 那么桂林广东四川八蜀等地 就只需传递一两封御式文书 便足以叫他们投降了 无数既已平定 那么燕帝一定闻封归附 只有河东是拼死 也不会归附的匪寇 必须要主动强大的兵力来攻取 但也不足以构成我国的变换 周世忠对这个建议颇为赞赏 可惜啊 还来不及 照着策论去做就病死了 日后宋朝代之而起 宋主就是按照这个计策实行的 洗马练刀法 北方湖人所饲养的母马 生下小马后 就把马拴在半山上 而小马在山下跌跌撞撞地跑上来 才能找到母马 两马撕鸣声此起彼落 小马奋力挣扎 攀上山顶 才能吃到母奶 过了一段日子 再将母马移往更高处 小马为吃奶爬得更高 所以当小马长大后 行走险路 犹如奔驰平地 现在我们要训练战马 就该在高地放牧 仿效胡人养马的方法 日后 马儿自然能担当众人 此外 听说窝人生下男婴 亲友前来祝贺时 都会携带铁器 投进主人家水井中 主人便会将亲友所送的铁器 消融打造成刀 每年锻炼一次 等婴儿长大后 刀已成利刃 锋利无比 而今 明朝卫士之家 世代以武为业 但家中却找不到锋利的武器 以我的看法 不如也仿照窝人的做法 释法别人的长计 没有什么可耻的 抓住有力战机 随朝末年 李渊从靖阳发兵 入林省 离霍翼 五十余里驻营 随将宋老生 率精兵两万人 驻扎在霍翼 大将军 曲突通 带领彪悍的骑兵 数万 驻扎在河东 以抗拒李渊 李渊的部下 请求去攻打河东的骑兵 任还 劝李渊说 观众的英雄豪杰们 都翘着脚尖 盼望着我们这只正义之师 我在冯许部下多年 神知他是豪杰 请让我去告诉他义军的消息 他们必定会很快来跟随您的 然后 我们的大军 从梁山渡河直至寒城 进逼夕阳 萧造文力 必然望风请求归降 然后乘胜前进 直接占领永风 倒是即使攻不下长安 但关中的大局也就固定了 培记说 驱托通 有众多的士兵盘踞着城堡 我军不攻打他 反而离他而去 如果攻不下长安 撤退后 再被河东的驱托通追击 将腹背受敌 这是个危险的计策 李世民说 不然 兵贵神速 我军凭着屡战屡胜的锐气 依靠归顺我们的民众 军队乘胜西行 长安的敌人闻风丧胆 他们虽智慧而来不及谋划 勇敢而来不及决断 我们就迅速攻取长安 如同秋风扫枯叶一样 如果阳污十日 被困在坚固的敌城之下 他们就会有成熟的对策 修筑坚固的设施来对付我们 另外 无故的浪费时间 士兵们就会产生沮丧和离心倾向 那样的话 我们的大事就要毁掉了 况且 关中纷纷接干而起的将领还在观望 不可不早日收编他们 实之归附于我们 驱托通已经是受成带路之人 不足为律 这时正逢连热下雨 李渊不能进兵 军中缺乏良想 刘文静去向史碧可汗 请求援助还没返回 又传说突厥与刘武周 想城区攻打禁阳 李渊准备回师就禁阳 李世民说 现在庄稼便宜 何必忧愁缺乏军粮 老生轻浮急躁 一战就可擒货他 李密只注意去看守仓库的粮食 没有宏远的谋略 武周与突厥表面上虽然联合 但内心却互相猜疑 武周远征太原获胜 但他哪能忘记马役呢 我们是正义之士 将士们奋不顾身 以解救百姓的苦难 所以我们应该先占领咸阳城 号令天下 现在遇到一小股敌人 就急着班师回晋阳 恐怕跟随我们的士族 很快就会散去 他们还会去太原 占量一块地方落草为寇 这样我们怎能保全自己的兵力呢 李渊不听劝告 李世民再次去劝说时 这时李渊已经睡觉了 无法进去 于是就在外面嚎哭 哭声传进帐内 李渊把他叫入帐内 问他哭什么 李世民说 现在我们的大军 是为了正义而战斗的 向前进攻就能攻克敌人 向后撤退就会溃散 士族一散 敌人就会乘机攻打我们 死亡就在眼前啊 我怎能不悲伤呢 李渊这才醒悟说 我已经发兵会禁养了 怎么办呢 李世民说 右军在阵 严阵一带 还没出发 左军也刚走出不远 请允许我亲自去追他们回来 于是他就和建成分道连夜追赶 把左军追了回来 不久去太原运凉的也回来了 义军引诱随将宋老生出来交战 把老生斩首 天乙黄昆 没有攻城的器械 将士们搭人体强行进攻 于是攻下获益 任环的策略 也就是李密劝说杨玄感 魏斯温劝说 徐敬业所阐明的道理 只有唐太宗 李世民采用了 所以他就胜利了 而杨玄感和徐敬业 都没有采用 所以他们都失败了 杨玄感是倒行逆施的 李密向他进了三条计策 他说天子远在辽东 这是你如果能长驱占领 济州一带 握住天子进入中原的咽喉 这样天子前进有高利活 后退又无归路 不用站就可把天子擒获 这是上级 关中有四个要塞 我们的军队一直向西挺进 路过城堡也不要攻打 直接去占领长安 接受英雄豪杰 安抚各地的百姓 占据显耀地势 天子即使回来 但因已失京城而无能为力 我们再慢慢打败他 这是中策 如果您究竟先占领东都洛阳 以号令四方 也可以 但就怕他们固守不放 要是百天之内攻打不下 等到对方的援兵到了 其后果我就不知了 玄感说 不然现在百姓的家属都在东都 如果先攻东都 那会触动他们的心 况且我们路径的城堡不占领 怎么能显示我的威风呢 你的下策才是上策啊 李密知道自己的计谋不能实现 退下来对人说 杨玄感只知道反天子 而不知道如何获得胜利 我们这些人都要成为天子的俘虏了 没有多久 杨玄感失败了 唐朝徐靖夜起兵 问济于军师魏斯文 魏斯文说 你既然因为太后及武则天 控制天子而起兵 那就应该亲自率兵 直接攻打洛阳 这样做 山东和寒卫等地的人知道你要来帮助天子 拥护你的人必然很多 天下很快就会平定下来 靖夜说 不行 金陵靠着长江有地方之气 应该先占领长州 润州等地 建立强大的基地 然后再向北挺进 斯文说 郑州 汴梁 徐州 博州等地的英雄豪杰 都不愿意武则天当皇帝 他们都争卖做饭 等待迎接我们的大军 你为什么要在金陵等死呢 靖夜不停劝告 他叫靖游带兵在淮阳驻扎 伟超带兵驻扎在梁山 而自己领兵去打下润州 斯文探约 兵计分散 靖夜不懂得北渡淮河 率领山东的士族先攻打 东渡洛阳 我知道他是无所作为的 李密为杨玄赶出的主意是多明智 杨玄赶自己的主意又是多愚蠢 魏斯文的策略是好的 但徐靖夜的本意又不是为了帮助天子 他怎么会采纳斯文的计策呢 明朝李世时也劝反叛朝廷的朱晨豪 指导南京而不要去攻打安庆 这也是吸取李密为斯文的计策 而晨豪不听劝告 结果失败 隋阳帝的肆意暴虐 武则天篡夺唐朝的天下 李渊李世明起兵反随 都是有名的人物 而那个叛逆朱晨豪又算个什么东西呢 老天不保佑逆贼 即使晨豪听了劝告直逼南京 也未必就能取胜 据说晨豪起兵的时候 曾声言直取南京 到京安庆时 太守张文锦与守备杨瑞等合谋 命令军事在城上鼓噪大骂 激怒陈豪 把他的兵阻止在城下 他们前进不了又攻不下城 大大挫伤了士兵的锐气 这就为王守仁 秦霍陈豪创造了条件 虽然是老天夺了叛逆陈豪的魂魄 但张文锦等人的质谋还是应该表彰的 第九步 妇女的智慧 总续 有这样一种说法 男子有德便是财 女子无财便是德 是这样的吗 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麒麟虽然吉祥 但她不能捕捉老鼠 凤凰虽然华美 但她不能抓住野兔 春秋时代的身生有孝子的品行 但她的才智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周承王聪明贤良 说先应当尊崇他的母亲易江 孔子号称他的才能与九尘相等 但没听说他因为有才而贬低了道德 所谓才能就是智慧罢了 没有智慧就是无知 如果没有才能可以认为是一种道德的话 那么天下的糊涂女人 不就都属于有道德的人了吗 不妨用太阳和月亮做比喻 男子是太阳 女子是月亮 太阳发光 而使月亮有所凭借 也能发光 所以妻子和丈夫是同等的 当太阳落山时 月亮升起 代替太阳照耀大地 所以妻子是丈夫的辅助 这也可以说是男女共同的智慧 男女共同的才能 现在如果一定要让太阳那样明亮显赫 一定要使月亮那样暗淡无光 那么只要留下一个独自发光就够了 何必还有两个呢 正因为这个道理 所以我才选取了妇女的智慧 其中那些既有道德又有聪明才智的妇女 是用以区别于愚蠢的人 那些既杰出又有谋略的妇女 是用以区别柔弱的人 西汉吕后和唐代武则天的智慧 纵横自私是不可能训练出来的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宫中的薛灵云 擅长缝纫 这类妇女的智慧在于记忆 唐代宫中的女官上官婉儿 擅作诗文 这类妇女的智慧在于文词 这些都是细巧的 因而不足以作为楷模的 既不是纵横自私 又不是细巧的那些智慧 我们才说它是才能 可以 说它是道德 也可以 至于说到笑意劫烈这类的妇女 历来史书的记载 使她们的生命流传久远 她们也是妇女中难得的贤才 而众多的有智慧的人 是比不上她们的 贤者卷 匪贤则愈 为者思笑 皆比迷扬 假毒归教 即贤者 大义是 没有才能便是愚蠢 只要聪明就是可贵的 历代妇女那些被掩藏着的才能和智慧 多么值得赞美啊 他们可以作为归中教育的借鉴 赵美后的捉鉴 齐王派使者去问候赵美后 使者还没有拿出书信 美后就问道 齐国的年成好吗 老百姓平安无事吧 齐王身体健康吗 使者一听 很不高兴地说 我是奉齐王之命来看望美后的 现在您不先问候齐王 而先问起年者和百姓 怎么先问贱 而后问尊贵呢 威后说 不对 假如国家没有收成 怎么能养活百姓 假如没有了老百姓 哪里还有君王呢 所以 哪有舍了根本 而先问知捷的呀 静儿他又问使者 齐国 有个隐居的钟离子 他好吗 他这个人啊 对有粮食吃的人 他供养 对没有粮食吃的人 也供养 对有衣服穿的人 他给穿的 对没衣服穿的人 也给穿的 这是个帮助君王 养活老百姓的人 为什么他至今 还没有被启用啊 岳阳子他好吗 他这个人啊 是同情官妇寡妇 体恤孤独无益 救济 困难穷苦 补助贫乏不足的人 这是个帮助君王 繁育他的百姓的人 为什么他至今 也没有被启用啊 齐国的孝女 北宫婴儿子好吗 这姑娘摘下了佩戴的美誉 到老也不出嫁 一边奉养父母 这是用自己孝敬老人的感情 为百姓做表率的人 为什么至今 没让他朝拜君王呢 两位贤德的人 没有被启用 一位孝女 没机会朝见 这样齐广 还怎么能统治国家 做万民的父母啊 齐国的 余龄子宗 他还活着吗 他这个人做人 是上不已臣 李氏君王 下不治理自己的家庭 终不求跟诸侯交往 这是个引导百姓 无所事事的人 为什么 至今还不杀了他呢 这老太太 厉害呀 下集完